我们现在打算出门人机 我们家小宝 他那个韧带损伤了 现在运用两个拐弹走路 可能要休养说是100天吧 三斤动骨100天要休养 然后他那个学校的bus 他那个上下车不是那么方便 所以我要开车去接他 现在早晚都要接送天哪 更忙了 好了走了 走姐姐 上车了 我们先上车接姐姐 安妮先上去 姐姐先上去 好了坐好了妈咪开车了 好 我接我们家小孩回来了 嗨我是Ella 今天晚餐呢我们准备吃那个盐焗鸡 挺久没吃了 以前呢经常从那个 胎人间那边打包过来的 现在挺久 因为去胎也挺远的 挺麻烦的 今天有点嘴长想吃这个盐焗鸡 这个盐呢是我以前用过的 我现在把它炒一下 我是用这个铸铁锅 然后先开火 先让它慢慢预热起来 这锅子在预热 然后我现在来准备一张烘焙纸 我也没有那种 没有特别买那种另外有种可以渗透 味道的那种子我没有买 所以我就用这个 可能效果会差一点吧 就延长一些时间来弥补一下 这边锅子我现在已经把火温度降下来了 因为等会如果太高温的话一下子上来火很大的 我准备把这个盐给热一下 盐呢拿出来炒一下 我这里盐可能还少了一点 因为我之前是做半支的 今天我打算做一支这里盐可能少了 但是我也没有再多的盐了 就这样子算了 这用的是粗盐 然后炒好以后就放在这里让它凉一下 我们现在来准备鸡 下个礼拜呢 我们那个专修厨房的那些材料呢要进来了 厨柜呢它也定做好了 下个礼拜六那个师傅呢 就正式进来帮我们开工做了 东西全部要拆掉 然后我们厨房可能有五天是不可以烧饭的 我打算呢就把它搬到院子里面去烧 这样子我们就 像小孩子搬家家一样的 可能我就会把电磁炉什么之类的搬到外头去 周末的时候呢我就打算把这些东西 像沙发地塔全部要收起来 拿东西照好 不然灰尘太大的话 到时候搭上起来又要花时间 然后这个鸡呢我也洗好了 水分呢也空的差不多了 像里面那个内脏啊淋巴 还有那个油啊我都已经把它搬干净了 我现在把那个水分呢给它擦干一下 这样子盐抹上去好入味 我们家那个小宝 现在呢我们都是要管接管送了 早上呢就是我老公送过去 然后下午呢就是我去接 早上时间也挺赶的 要先送完它然后干净回来 接着就要去送安妮去那个daycare 反正就是我们两个人都忙得像驼鹿一样的 每天我这我这只鸡大概有两半多一点吧 还是有点大的 然后这个盐现在有点放凉了 我就把它那个塞在里面 全部里里外外抹全部都要抹一遍 特别是这种地方 肉多的 这轻轻的有一层我觉得就可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也不太喜欢吃太咸的东西 就有点味道就好了 因为那个白切鸡呢老是吃一 换换口味吧 然后把它包起来 然后这铸铁锅呢我下面现在铺了一层薄薄的盐 然后火呢我就先开中火让它慢慢加热 我怕它等一下一下子太高温焦掉了 然后我这个盐里面其实已经有很多机油了 所以它没有粘过我看过了 如果是第一次用这种粗盐的话嘛 我觉得下面可能铸铁锅的话 下面可能要刷一点油吧 就是锅子加热以后刷点油 然后我就把这只包好的鸡饭进去 我上面有盐盖一点是最好的 但是我没有的 就这样吧 我找了个网盖上去算了 我开那个中火烧五分钟 温度上来以后呢 我就降到小火 35分钟 这样加起来40分钟 我现在准备别的菜了 我现在又把温度降了一点 降到2.2了 这个炉头的火是 特别大的 所以我又再降小一点点 猪铁锅桃保温性能也好嘛 现在时间到了 关火焖了20分钟 已经闻到那个香味了 葱油鸡的香味 这网肯定现在很烫了 一定要戴这个 隔热的手套 我打开看一下什么样子 哦 这样子 颜色倒是很漂亮 老规矩我要先用筷子擦一下 看它熟了没有 熟了就拿起来 如果不熟的话就要继续 在那个肉厚的地方 抽一下 没有血水 好了 可以了 我拿出来了 我把它这个鸡拿出来以后 放凉它 再切 这样不会散 可能太多油了 把那个纸都弄碎了 我现在直接戴手套 把它摸起来算了 妈咪把鸡拿出来 你想吃啊 这个又想来吃了 每次干一烧好一处了 他就这样子跑过来 我现在把这盐巴给弄掉 我不等它放凉了 准备掰个小腿 试一下看看什么味道 先掰开来试一下味道 然后等一下其余的 我就等饭凉以后再切 下饭神器 我准备今天晚上配一点白米饭吃 配饭可以做刚好 我老公现在用这个猪铁锅 在煎这个鱼 猪铁锅 它只要掌握正确的方法 煎鱼煎蛋 都是没有问题的 不 我现在洗的猪铁锅 因为猪铁锅这些东西 盐它有腐蚀的作用的嘛 所以用完猪铁锅呢 就一定要及时清洗 如果用砂锅就没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家砂锅太小了 一只鸡装不下 只能抓半只鸡 那猪铁锅一洗就洗干净了 还很好清洗 现在我在洗这个盖子 一叫他们关电子他们就哭 那小孩都这样 哭一会就好了 如果烧点葱油抹上去可能会更漂亮了 但是我们自己吃就算了 一个是红烧折鱼 是盐焗鸡 然后这是凉拌干丝 跟海鲜菇 直接拌煎蒸菇也可以 然后这是虾干炒豆角 吃饭了 小时候的味道 小时候什么味道 真正的味道 等一下 等一下 妈 把你换一下位置 换一下位置 这样够的到好不好 今天这个盐焗鸡肋肯定好下饭 你看我弄了满满一碗饭 我会再吃 对对 吃个饭 不吃饭 哇 我小时候的味道 后面婆婆她是用铁锅煮起来的 所以是小时候 反正我吃的就是以前 我很小很小吃的味道 应该是我初中的时候 你初中的时候还很小吗 都知道找女朋友了还很小 我吃饭 安妮你好好吃 你看弟弟都好认真吃的 今天鸡入味吗 入味了 皮有点咸哦 里面不咸 里面我咸皮有点咸 好了 今天的视频先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我们要吃饭了 拜拜 弟弟拜拜 弟弟拜拜 没靠没靠 弟弟没靠 没靠没靠 都生气了